我告诉你啊 以后你们把这种白韵菇买回来 你就像我这样子 做法非常简单 好吃又下饭 而且还不需要那么多调料 你在家就能清洁丝丝丝的做做饭的大厨的味道 首先 炒白韵菇千万不要直接下锅炒 一定要焯水 这样不仅能去除它的炒腥味 还能使菇汉吃上去变得滑嫩 游着下入五花肉 开小火喝软的翻炒 炒至两面微微的花黄 加姜蒜 继续的翻炒 把它的香味给炒出来 我每天都跟你们分享做菜的小鸡巧 麻烦你给我点个小红心 火力一下吧 非常感谢 然后倒入白韵菇 有条件的可以放点青红椒配色 小火你需要倒入一小包 即可加上菜小炒酱 这个酱 是大厨根据比例调制好的 它可以炒很多种加上一些老菜 不管是炒肉丝 炒牛肉 还是炒猪肝 都非常的好吃入味 你在这里面是两小包 一小包 就可以炒一份 其他的任何调料 你都不需要放了 相当快速地翻炒两分钟 就能知道 是不是很简单 你也赶紧说吧 坐起来吧 坐起来吧